中秋是中华民族月圆人团圆的美好节日 为了能够让处于弱势的喜寒鹅 也能够感受到过节的气氛跟欢乐 台中市东南福伦社 特别在2018年9月19号 选择在台中市西屯路山段的台中牛排馆 赞助彰化县二林镇喜乐保育院 一场中秋美食餐会 免费招待近百名的喜寒鹅 来享用美食佳肴 台中市东南福伦社表示 40多年来对于喜乐的爱从来没有间断 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公益慈善活动 能够跟这些小朋友在一起 新年当然特别的快乐 尤其我们跟他有40年的交情 尤其是这些工作人员那么辛苦 能够每年跟他分享 真的我们每个社友都非常高兴 也期待我们一直办下去 今年我们台中东南福伦社 也大家共同的集资 我们今年捐了 已经捐了100万台币 来赞助他们完成这个使命 那我们当然每年都会给他们 有一些最需要的资源 在中午的餐会当中 彰化二林喜乐保育院的工作人员 还要帮这些喜寒儿准备各种菜色料理 台中东南福伦社全力支援经费 让保育院的喜寒儿 能够来到台中享用美食 大家心里又温馨又快乐 几十名曼菲的天使 也在喜乐保育院人员的带领之下 用心唱出一首感恩的歌曲 这次二林喜乐保育院的院童来到台中 除了参加餐会之外 也参观了台中科博馆 院长林玉长表示 感谢台中市东南福伦社这六年来 连续赞助中秋餐会 也感谢政府机关跟社会大众 对于喜乐保育院 不断的支持跟鼓励 让院童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 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幸福更温暖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非常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